美方的行为实属强盗行径 当前叙利亚九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三分之二的人口依赖人道援助来维持升级 过半人口无法得到粮食保障 美军至今仍然霸占着叙利亚主要的产粮区和产油区 搜刮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 令当地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 有愤怒的叙利亚民众表示 美国为利益而来 没有利益就走 他们在叙利亚的存在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体现 美方一向鼓吹 在人权法治方面奉行最高标准 但美方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表明 无论是维护人权还是法治 美国都是不及格的 美方应当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回应叙利亚人民的呼声 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 立即停止掠夺叙国家资源 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叙利亚人民造成的伤害 不停止措断 不停止措断